一个手无寸田的母亲被城市执法员按压在地上肆意殴打 路过的人全都一年漠视 甚至赞同这些执法员的行为 只因为这是一个拥有魔法的和平国度 可无法使用魔法的人被称为非正规者 是反社会且不被称之为人的物品 即便是刚出生的婴儿 只要被确认无魔者的身份 就会被立刻抓捕 手无寸田的母亲根本无法反抗执法员 即便高贵美艳在世人心中是善良的女神皇女 安琪丽杰出现 这个条例也能就不被改变 他痛斥无魔者的邪恶 完全不管母亲对孩子的思念 强行命令执法员抓捕婴儿隔离到偏远的岛屿 婴儿母亲痛苦的思汗 声响车的整个街道却也于事无补 他想要报复却根本无法与这个制度抗衡 无法与身份高贵的皇女较量 难而当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的是 深受国民爱戴的尊贵皇女 其背后的真正身份竟是无魔者 可他本人却完全不知晓这件事的真相 在16岁成人礼上 皇室高曾早已做好万全准备来逃避神柱的检测 男个亲哥哥却不满安琪而把真相揭露 曾是最美最高贵的女神 再一瞬间却沦为最下等的工具 无魔者不配称之为人 母亲因此惨死 父亲也被关押 安琪最后被隔离到偏僻的岛屿阿尔泽纳尔 骨子里的骄傲让他依旧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可下一秒 司令官一脚踹中安琪的腹部 巨大的痛感让他再也说不出话来 而接下来他所了解的真相也在不断冲击他以往的认知 无魔者被关押后会被当成战斗工具与龙族对抗 这个世界也并不是如安琪所想的那般和平 无魔者只有不断战斗保护国家 才有存活下来的意义 这些不知从何而来的龙族怪物会随时要了无魔者的性命 刚加入的安琪就被扔到阵王率极高的帕拉梅尔第一中队 所有队员都是无魔者 他们队依旧是高高在上的安琪同样不屑 没有人在意安琪澄清了身份 在这里只有服从命令 否则等待他们的就持有死亡 他被迫接受组织安排的训练 机甲操控 精神格斗 安琪认为一定是有人搞错的情况 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无魔者的身份 能就幻想着回到王国后的优贤生活 可之后发生了一幕让他彻底庆幸 一切都回不去的 在第一次参与实战的安琪打算驾驶机甲逃回王国 可却亲眼目睹队友被巨龙当场射杀 从未经历过如此确心的场面 但安琪陷入极度恐慌 时空的他朝着队长的机甲飞去 最终导致队长被肥龙打败而嘴唧死亡 幸运的安琪被组织就会消灭 其他队员指责安琪 但这他却毫无愧疚 认为无魔者又不是人 死了也就死了 这一句话彻底引起重愤 但也意味着安琪已经对现状麻木 可很快 他就从司令官口中得知自己的王国 已经不存在了 在自己是无魔者身份被揭入之后 名分难平起身革命 就连最后一根精神稻草也被剥夺 安琪顿时心灰一冷一心求死 可身体本能却让他一次又一次 在战场上躲开了飞龙的袭击 他还是想继续活下去 他将明白这个世界的源头究竟是什么 杀戮的终点又是什么 既然不愿意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 如今他一无所有 对命运反抗的号叫 从此时正式催响歌发 试验前这位昔日皇女 对过去的自我斩断 从今日起 他将以全新的身份 以废弃物名号安解 苟活在这世上 拿鸡同利的食物 可以轻易拿起食用 为了探寻杀戮的终点 安解堵在毒网 他的实力很强 可却在一次行动中遇到意外 机体突然起火失控 与飞龙一同被卷入漩涡之中 等他醒来后 发现自己双手被绑且浑身赤裸 而身边还躺着一位陌生少年塔斯克 惊动格斗的安解 在双手被绑的情况下 依旧挣脱束缚逃离险境 找到机体后 就发现损化严重 暂时无法离开这里 森林突然下起暴雨 安解在慌忙中不适被毒蛇咬伤 关键时刻又是塔斯克救了他 虽然第一印象并不友好 但少女对塔斯克的敌意 慢慢减少 两人在小岛上共同生活 被塔斯克照顾的日子 让安解感到了温暖 随着时间的游逝 塔斯克的心力 逐渐让安解产生信任 这些在杀戮中 他从未体会过的感觉 这些时间的他 感觉到格外的放松 两人会继续会神的研究 机体修复 会为食物分配而打闹 会在夜空下交流内心 可温馨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太久 小岛遭遇飞龙突袭 没有机体的安解顿时显入危机 普通强制对于飞龙毫无作用 在安解拖出飞龙的时候 塔斯克急忙抓紧修复机体 最终借助机体的重型武器 从飞龙爪下救下了安解 而组织的人也从恢复电源的 机体通讯联系到了安解 这意味着他得立刻回到基地 虽然有效不舍 这几天的节夜时光 但安解除了基地已经别无去处 从少女卫红的脸颊不难看出 他对眼前的少年产生了心动 可他还有使命 回到冰冷的基地后 这里都是一群他所不熟悉的人和物 可没想到 曾经服侍自己的侍女桃香 却闯入了基地 桃香还想把安解当作黄女乃滋后 可于过去辗转联系的他 却反感桃香的行为 基地的领导者知道有外人闯入后 为了以防万一 只能把桃香带走 命命处死 可表面对桃香表现厌恶的安解 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一改往日的态度拿出所有的钱 买下了桃香 并下定绝亲 无论如何他都要保护好桃香 但这也意味着 他与过去的羁绊再也无法斩断 很快安解就收到 美美谢尔维亚的求救通讯 本因为自己青年早已全都死亡 如今昔日的旧人却一个接一个出现 即便是在沙路中苟活的安解 也难免在内心中产生了极大的波澜 他打算挟持 罗森布尔母国的皇女作为认知 在出发之前 却被对游希尔达发现 他渴望回到妈妈的怀抱 打算逃脱这个战争之地 可幻想中的温馨场景却没有发生 母亲根本没有认出希尔达 反而把他当成了小女儿的朋友 即便希尔达说出自己的身份 可换来的却是母亲私生力竭的 让他滚蛋 他是怪物 是不会母法的邪恶存在 失魂落魄的希尔达 走在路上被巡逻兵发现 还被毒打一顿 这个世界对希尔达他们这些无摸者 充满了绝对的敌意 就像安杰斜持的皇女 一路闯到了米斯和齐王国 可一心想要救出妹妹的他 却在与妹妹相见时 被偷袭刺伤 而使姐妹娘因为骑马 而意外摔断了谢尔维亚的腿 从那时起 她便记恨姐姐 与皇兄朱利奥联手 对安杰展开抱负 他们把安杰送伤的绞心带折磨 还让昔日的好友 全来参观这一场面 面对歧视与偏见 安杰对人类的和平世界 彻底幸灰一乐 在即将被处心时 就像史塔斯克 火急火燥地赶来救援 这一次逃生 也让安杰对过去的羁绊 再也没有牵挂 他所在乎的人已经死去 但如今身边还有一位满眼 都是自己的侍女 既然如此 他还在奢求什么 回到基地之后 安杰被处罚禁闭一周 在监狱里 他听到了同样遍体领伤的谢尔达 这次以后 恶人队重回人类社会 再也不抱任何希望 某天 一架不明身份的帕拉梅尔 带领大批飞龙袭击基地 所有队员进入战斗状态 男儿不明敌人的实力实在太强了 安杰毫不犹豫地冲在前线 与神秘机甲打得不相上下 还见到了操控机甲的神秘少女 少女的出现 也让安杰意识到这个世界 还有不为人知的真相存在 当他得知他们杀掉了飞龙 竟然都是人类时 他一时间无法接受 在追问下 吉尔将自由圣战的秘密告诉了他 他是史上第一位出生皇室的无魔者 这个世界的神秘秩序 要创造出和平的圣经 因为基因突变而诞生的无魔者 被他们大肆宣扬说成是邪恶的怪物 全人类为了对付他们 竟破天荒的团结一心 只用无魔者 可以让他们引以为傲的魔法 失去效果 依赖于歧视的存在 世界竟得到安定 可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这些被歧视的人群 最终夺走神明的兵器 机械天使 唯有其思 这不是一般能让驾驭的王牌机甲 这和皇室高贵的血脉 才能解开其中的枷锁 是因为第一人主人的极恶 没能带领无魔者走向自由 从那之后 他便一直等待能真正驾驭 唯有其次的人出现 而如今安杰 只是他所等待的人 他不管如何都要安杰 必须变强 击回这个虚假的世界 而就在安杰指甲这些密信之后 对游威威安突然变成飞龙 不明真相的队员们 对威威安展开攻击 就安杰发现了端倪 在他安抚下 威威安逐渐冷静下来 怪物 其实就是人类 这到底是多么可悲的情况 这外少女们先入迷茫之时 人类首脑开始为了人类策划未来 被成为神的安布利欧 打算毁灭人类再创造 在安布利欧的默许下 他就一定先消灭无魔者 三姐来到岛上假意救援 但是饥饿一眼看穿 启动了防御装置 安杰的皇兄朱利奥派军队 屠杀所有无魔者 双方交战 安杰一伙人遭到重创 许多人都牺牲了 而朱利奥的目标 这俯护安杰和他的机体 威尔吉斯 安杰对朱利奥的憎恨 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就在安杰即将首认新歌的时候 竟被安布利欧挡下 因为他要亲手替安杰清理罪孽 美名其约 不让他背负背信弃义的名声 朱利奥王 但是安布利欧也没打算放过安杰 他竟然能召唤出灰色的威尔吉斯 并且也会凌唱母后的歌 就在安杰即将要被粉碎的时刻 他手上的戒指发出亮光 带着后面来救援的塔斯克和威尾安 一同穿越到了无名的孤岛上 威尾安又变回飞龙的本身 无论这下他们只要先调查此地 让安杰意外地发现 这里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地球 突然出现了智能机器人 在四处搜索幸存者 安杰与塔斯克跟随机器人 进入了首都防卫机构 他们被龙族带到神秘少女 萨拉曼迪尼面前 从他口中得知 原来龙族真的是人类 而龙族所在的星球 是被抛弃的地球 希腊认真污染了环境 而为了适应被污染的地球 又在这里的人类 在第一条龙奥拉的带领下 开始进化出龙的形态 一边适应一边改造环境 然而以安布利欧为首的科学家 带着一部分人去了平行宇宙 也就是另一个地球 而他们所使用的 玛纳魔法能量来源 就是他们掠走了奥拉 然而创造了一个拥有魔法的国度 但奥拉体内的能量 也不是无城无尽 所以才为了安杰他们 杀死龙族 夺去他们体内的结晶体 补充能量 而被扣上邪恶头衔的 入侵物中龙族 只不过是想夺回自己的首领奥拉 所谓的和平美奥国度 竟是这般的不堪 可一边突起 龙族突然遭遇袭击 安杰驾驶威尔奇斯出战 而经此一战 龙族确定了奥拉 就在米斯尔七光郭底下的位置 为了夺回奥拉 他们决定集结所有兵力 对米斯尔七光郭 展开大规模攻击 面对一处激发的战争 安杰徘徊在虚假与真实之间 烦恼的怎么做 才是正确的选择 看着为了生存挣扎的龙族 安杰决定回到自己原先的世界 与希尔达等人会合后 安杰提出与菲龙联手的作战策略 但吉尔却坚持 据要撒死安布利欧 才能彻底解放乌莫者 面对吉尔的偏激理论 安杰产生了反感 但最终吉尔还是听取安杰的建议 但吉尔并不是真心与菲龙合作 而是要把菲龙当作妻子利用 安杰救助陶翔与维埃安 塔斯克 男儿误认为自己被抛弃的 萨利亚等人投奔了安布利欧 并来临玫瑰钻石骑士团 对安杰等人展开追击 记录了安杰后 把他带回了米斯尔七王国 进来后的安杰在图书馆 见到妹妹希尔维亚和安布利欧 安杰张狂的个性 安布利欧产生浓厚的兴趣 竟提出要娶她为妻 都在一旁听到此事的萨利亚 粗意失足 安布利欧想要困住安杰 无论他如何偷袭自杀 安布利欧都能无限次复活 安杰被捕的情况 吉尔十分愤怒 可他并不打算去救援安杰 反而把所有责任 推给了塔斯克 无奈之下 塔斯克只能和希尔达等人 策划冲入米斯尔七王国 幸运的是安杰找了机会 带着桃枪驾驶维尔奇斯逃走 冲突遇到萨拉曼蒂尼 带领军队准备反攻 希尔达等人也与安杰会合 然后玫瑰钻石骑士人的突然攻击 致使维尔奇斯坠入大海 索性安杰和桃枪并无大碍 倒霉的安杰又被抓了回来 被安布利欧百般呵护 而出一季度 萨利亚趁安布利欧去激活奥拉 准备将两个地球合成一个的时候 他竟然偷偷放走了安杰 而他的下场则是被当成垃圾遗迹 安布利欧的最终阴谋暴露 做此萨拉曼蒂尼和希尔达等人决定联盟 可安布利欧让所有人都失去使用魔法的能力 将全部能量聚集在整合世界之上 在安布利欧的计划下 时空融合开始了 而找到奥拉的萨拉曼蒂尼 却无法打开防护罩 张其龙制作为他准备输出最大的能量 与安布利欧对志尔塔斯克说起了 与安杰亲密的事情 直到安布利欧恼书成怒 寡不敌重的舰队也遇到了危机 而奥拉的子民在这时前来援助 紧迫的局势开始转变 安布利欧将安杰带到时空的间隙 在这里时间不会流失 在奥拉努力支持时空融合的时候 安杰遇到了生命危险 其实在安布利欧的强迫下 安杰也没有屈服 决定与国王斩断的他就是为此刻而活 杀戮的终点就在此时 安杰的歌声启动了维尔奇斯 为了保护同伴和整住世界 塔斯克等人立即赶往支援 最终这场大战 他们取得了胜利 被伪装的事件撕下了面纱 故事到这里也就差不多结束了 翻明天使与龙的轮武 这绝对是一部标准的激战动画 前半章节构筑设定 后半章节填坑结构 让人不会看见一头雾水 且还有一种特有逼格的既视感 战斗画面和福利画面全都非常亮眼 且且现实的战斗暴衣 却被扣上脉络头衔 不过随处可见的福利人 我看的确实脸红害羞 洗不了啊 而主角全员沙发过段没有圣母 虽然不少乱来的剧情 但整理看完后会发现 毫无违和感 外甲连设塑造极为丰富 总而言之 我看完后是真的很爽 但能者见能智者见智 好不好看 就要自己体验后才能做出评价